Hello 各位大家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試試看用Microbit來做音樂 那在用Microbit做音樂的時候 大家可以第一個直覺大家就想 我們用積木嘛 我們只要先輸入說我按A鍵可以做什麼事情 那如果要做音樂 那這邊有音效的積木 我就疊這些音效的積木就可以了對不對 理論上是這樣啦 但是如果你想要做一些比較特別的音樂的話 例如說你的音樂比較長 想像一下你有一百個音符 那這邊積木就要疊一百個 然後再來下一個問題是 如果你今天突然想說 我來不想用原本傳統的C大調 我想要改成C小調 那我想要改成 比如說中國五聲音階 我想要改成藍調 那在我的那個譜本身不變的情況之下 那我有沒有辦法直接去改變它的那個聲音的音頻呢 就音高直接改變呢 好 要改變這件事情其實很簡單 剛剛我們在前面的這個code裡面 其實就在做這件事情 好那我就要教各位怎麼要去完成這些程式 看起來複雜其實實際上真的重要沒有那麼多 好 那各位會需要的會用到切換到JavaScript 好 我直接按到JavaScript 那剛剛那個積木齁如果換成JavaScript的話它長就這樣子 前面這個就是播放音樂 music.playtone 這個方法就是在播放聲音 播放什麼聲音呢 後面這個是它播放的頻率 好那262就是那個中 中央C 中央C就是我們中音D 中音的dol的聲音 那後面這一串呢其實指的是它的播放的長度 你也可以直接用數字 那這邊單位是毫秒 1秒等於1000毫秒 所以這邊是0.1秒的意思 好那我可以聽聽看 我按A鍵 好就播262播1000 那你可以把它改成比如說400 它就會高一些 所以用這個方式就可以改變頻率 那在這裡頭我們要怎麼樣去知道頻率跟就是跟它的音符之間關係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維基百科的這裡講到音高 這裡有先知道一下幾個概念 就是讓我來找一下 其實我們對聲音的頻率來講 我們是有一種特別的聽覺的感受 例如說 我先切換到這邊 我們播400赫茲的頻率 跟播800赫茲的頻率 其實這兩個 兩個我們聽起來它們的差異 它差 它的頻率是變成兩倍 但是我們聽起來它就是高八度那個聲音 我來試試看 這邊播長一點 播500毫秒 然後再 這邊變800 那我們聽聽看 好這兩個聲音其實就是 假設這是多的話 中音的多 那這邊就會變成高音的多了 那這個東西啊 我們知道頻率跟它的音階有關係 那我們現在想 那中間 假設我們已經知道我們某個頻率了 那我們 中間的音階應該怎麼定 好中間音階你在這個維基百科這邊 我看到一堆複雜公式 那我來解釋一下這些公式是在做什麼事情 好那我會來畫圖 來解釋一下 首先你先知道某個 按某個 比如說 琴鍵好了 這個琴鍵它的頻率是F5 然後呢 我們曉得說 當它變成高八度的時候 它變成兩倍F5 好 比如說剛剛我示範的就是這個400赫茲 然後你把它變兩邊變800赫茲 那這兩個聽起來就會是這個是中音 這是高音的 好 那中間我們可以切成多少的音階呢 這些音階其實在不同文化當中都切過不同的數量 比如說 呃 以前有切過五個音階的 好 那我們現在用的呢 就是切成十二個音階 好就是 如果這是當作第0個音階的話 好那我們這邊還有 可以切一個音階兩個音階 一直切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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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到這邊是第十一個音階好 好加起來就十二嘛 0到11是12嘛 然後到下一個 好那 呃 這邊音階之間關係其實是呈現一個倍數的關係 就是 F啊 乘上某個數字 好這邊其實是 A乘上F 乘上某個 數字之後啊 它就變成新的音階 然後呢這邊是 再乘上一個A 就變成 A平方的F 這邊A三次方的F 好 那 呃 這邊就是 A的 11次方的F 因為它乘了11次嘛 那這個2F 其實就是 A乘了12次 的F 好那所以我們現在就可以算一下那A是多少 那用這個來看就可以知道齁 比如說我們剛剛知道 我們把A乘以12次之後 齁 去乘上F 然後呢會等於兩倍的F F指的是頻率啦齁 那我們F可以消掉 F5F消掉之後 我們是不是等到A了 A的12分之1 呃 A的12次方 會等於2 好那A是多少齁 我們把它再寫下來 2是什麼呢 2就相當於 2的12分之 呃 12次方嘛 好這12分之12就是1嘛 2的一次方 就是2 所以這邊可以看成是這樣子 那再繼續畫減呢 你就可以看到 這邊其實就相當於2的12分之1 的 12次方 好這邊指數的關係 它運算是 這個次方它可以直接這樣 呃就乘進來齁 所以這個相當於2的12分之1 呃的12次方 所以A 其實就是等於2的 12分之1 就是這樣子 所以啊我今天 我只要把這個原本的頻率 去參與 呃2的12分之1次方之後呢 它就可以現在變成新的頻率 連續成了12次之後 它就會變成兩倍 好那我們 實際來看一下 用它來數量看好了 假設我們剛才有一個頻率是400 好 那我前面幫他加一個編號好了 這當0 這當1 這當2 好到第12 我希望說 這邊到第12的時候會變800 好那我 先計算一下 這邊某個數字 好我用等號 等於什麼呢 10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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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除以12 這樣子 所以 我等一下這個數字呢 就等於 上面的數字 我去 乘上 它 好所以 我的下個音階就是 423.785 好 然後啊 我這邊 我先把這邊固定一下 我按F4把它固定一下 意思是說 我每次乘的時候 這個數字都不變了 好 我現在繼續往下拉 直接拉到底 好各位看 這邊就變800 我把這邊小數點大概整理一下 這樣好了 好 所以啊 你現在看喔 如果我一開始的頻率是400 我乘以這個數字之後 它就變423.8 那我就可以產生一個音階了 好 那 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接下來下一個問題就是 那我們怎麼去定那個實際上 呃 就是這些音階的頻率啊 就是我們總要有個基準點對不對 好 基準點怎麼定 我們看一下在這回紀百科有提到說 有個標準音高 好 那現在我們用的標準音高 通常都是把中央C的A音 好 當作440 好這什麼意思 就是說 我們是把 那個拉當作440再看 好 那拉當作440的時候 呃 我們怎麼去算它的頻率 像我們剛剛開始知道都是那個 呃 多少 忘記了 426是不是 好 那個頻率是怎麼出來的 所以我現在來 呃 用這個Excel來來算一下 假設我知道有個標準頻率是440 然後啊 呃 這個是 我先寫一下 呃 中音的 拉 6 寫6好了 中音的 嗯 就拉齁 那你知道下一個數字一定就是 他除以 除以 呃 這個數字嘛 對不對 好所以我一樣幫他編號一下 好 那這邊編號怎麼編齁 我們再加一個新的東西 呃 就是我會用到 我看一下這邊有寫 MIDI的標準 來幫他編號一下 這邊沒有 這邊沒有 就是他在自訂音樂的一個數位的介面 這邊沒有 然後 呃 好 我們直接換一下有沒有 MIDI 跟Keyboard 好 沒有 沒有 痛 好 用這個好了 Frequency chart 好 用這張圖來解釋一下齁 好 這張圖也可以看一下齁 呃 我們剛剛講到 呃 我們電程440赫茲的是在這一個齁 這就是我們說中音的拉齁 中音的拉在這邊 然後呢我們會給他一個數字叫做69 叫做69 然後每一個音階我們就是 往上面就是-1嘛 一直-1 往下就是加1加1 好 那我們現在用Excel來 先模擬一下這件事情 剛剛講說他的數字是69 那所以往上當然是68 這邊是6 70 好 那我現在這個 這個頻率是多少 這個頻率其實就是 把這個 減掉這個東西之後啊 這等於1嘛對不對 X-1 所以這東西乘以 呃 那個剛剛這個數字的-1次方 就是他了 好 那所以我現在 再插一列 我現在把所有的數字都先 跑完一次齁 好像來看一下好了 這個是 規定成69的話 好像太少 我再多加一些欄位好了齁 好 所以我現在要講的是 我們有這些MIDI的數字 我來幫他加個欄位叫MIDI數字好了 MIDI數字我們叫P 然後呢 我要用P來產生F 怎麼算齁 當然先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呃 這個 差距 我們其實是等於 呃 我們這個數字是減掉69 就是每個數字跟69的差異 我先算出來 好 目前看得懂這個意思嗎 我現在這個 呃 這個 這個位置他其實是跟69差 是差0嘛 因為他就同樣的位置 那這個是比69在前一個 所以是差-1 然後這個是 差了-2 就差了兩個位置 那每差一個位置 我們就會去 乘上一個這東西 像這個東西就會是 我們來寫一下 他就會等於 我們這個基本的頻率 去乘上一個固定的 這一個 他的一次方 那一次方怎麼表示 其實就是 後面的這個東西 然後呢 我看一下 那下一個呢 我往後面拉 你就會知道 他是慢慢增加 欸我有地方寫錯了 我看一下 檢查一下 好 我這邊寫錯了 我們要有個標準音高 所以這個H16 我會把它定下來 我把這邊繼續往下拖 好 現在看有點無煞煞對不對 我來解釋一下 我們定的標準音高 叫440 然後呢 我們規定一個數字 這叫69 那我們接下來去算其他的音階的時候 我們就要計算 他跟69之間的差異是多少 那所以這邊是跟69差異 這邊是比69再加1加2加3 然後我們下一個音階其實乘的東西 就是乘上剛剛這個數字的這個次方 所以這個就是等於是440乘以 我們看一下這個公式 440乘以這個東西的一次方 好 那這個呢就等於什麼呢 440乘以這個東西的二次方 好以此類推 他乘到 呃 這個 440乘以上面那個東西的十二分之十二次方 呃 乘上去之後 十二分之十二次方之後 他就會變成880 所以 這個跟這個呢 就會相差的就是 呃 我們說的八 八度音 八度 然後呢 中間總共插了十二個音階 從第0到第十一 就十二個 那比較前面的 我們也是用同樣方式去計算 往上拉 誒 我看一下 喔 因為我剛剛忘記拉公式了 呃 好 這個公式我直接貼到這邊來 好 所以你會看到 我們用這個方式就可以計算出 前面的 前面的聲音了 好 那我這是中音拉 那可以 可想而知 呃 我們找一下 這個 就是高音的拉 高音的拉 好 那中音拉跟高音拉中間 到底 呃 這一夾音階 他的 那個叫什麼音名嗎 就 dore mi fa dore mi fa so la si 應該怎麼定齁 我們先找一下 這是拉的話 那 這應該是do 好 我們在這do 我們用簡譜齁 這是do 然後呢 這個是 dore 再來 mi fa so la 然後 拉 c 這就是下一個d 下一個d 以此類推 我先把它複製起來一下 好 所以 你現在看到 這就是我們的聲音的那個dore mi fa so la si 然後中間夾的就是那個半音 比如說 呃 呃 我打一下 這個就是 呃 mi降半音 呃 dore re降半音嘛 這是mi降半音 這是so降半音 這個就是la降半音 好 c降半音 好 所以以此類推 好 我把它再複製一下 好啦 現在就終於定出來了 我們就可以從我們的 呃 定出一個數字 叫做440之後啊 然後下一步啊 我們就去計算說 我們 新的音階跟 呃 這個440的這個音階的差異 然後就可以得到一個頻率 好 講那麼多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程式怎麼寫 欸 我們下一部影片來講一下程式怎麼寫啦 大家好